兔兔子那么可爱 一定要蘸满它这个上面的油 全挂上 放一点兔兔的油上去 他们家看着特别特别辣 其实对我来说麻大鲍鱼辣 直接帮我这碗面生化了 那我今天这一顿不就是减脂餐吗 优质碳水 优质肉类蛋白质 优质水果 这会得瘦死 今天天也太阴沉了吧 这是下午三四点的成都 感觉已经到晚上了 我今天要去带你们吃一个 我从来没有录过的东西 兔头 我也很讶异 我天天在成都 但是却没有给你们录个兔头 主要是我现在晚上啃着麻烦 但是今天去的这一家 看着实在太香了 实在是忍不住了 有三个兔头嘛 然后有兔腿有没有的 兔腿 水果 多一点了 那就要一个兔腿嘛 压剥 压剥再来一个嘛 多少钱呢 我的一公司 七十七 七十七 今天我特地买了一堆奶茶 去下我这个爆辣的兔头 汤倒下去 他们家没有做的地方 然后我这会儿在旁边找了一家面馆 坐下来了 刚好没有主食要了二两面 然后要的是一个回鸽肉的面 但是我觉得他们家这个二两 我不知道是不是老板给我多要了 我感觉我这个二两有三两呀 先来一口面吧 面不吃要驼了 太胖了 有没有还没有吃过兔头的朋友 兔头这么可爱 这个一看就贼一个味儿 超到我鼻孔了 特别特别软 我之前吃到兔头我觉得不好吃 是因为我搅拌 哎呀我鼻孔都进了个油了 我之前吃兔头就是 它是那种恩邦邦的肉很柴 然后嚼不太洞里面的肉 所以我不是很喜欢吃兔头 但这个兔头肉很软 它这个调味特别棒 油辣椒特别特别香 这个拿来拌饭拿来拌面 肯定都特别好吃 你看这个 他们家这个佐料 在鞋底子都好吃 一口塑到了他的脑子 兔子的脑花怎么那么小呀 他们家看着特别特别辣 其实对我来说麻八国鱼辣 然后里面的花生很多 他的脑子不小 他的脑子挺大的 他喜欢再啃一个 太好吃了这个 一定要蘸满它上面的油 然后掰开 然后先把这边吃掉 然后再掰开 他的舌头就出来了 我怎么感觉有点残暴 我这么讲 真的很香啊 嗯 他们家糖好吃 一下子就粉上了 这掰就是比较费手 最近必须要喝口饮料了 点了三杯热量都不是很高的 我的西瓜呢 先来尝尝这个吧 看点他们家这个的很多 这个是黄金榴莲 这最近出的新品 这是一杯奶昔 这个要的是中杯 然后标准糖 嗯 里面有大福好像 可以吃到榴莲的果肉 哇这个好好喝 它这个是苏丹王榴莲 然后加上里面的 应该是大福的那个内馅儿 香甜软糯恰到好处 嗯 大福和榴莲真的好搭呀 这个好好喝 我随便找的一张面馆 也真的挺好吃的 我不认识有人说 成都的面都不好吃 虽然它确实不抵有些北方城市好吃 但是已经非常不错了 嗯 这杯我要喝这个 这是油油果的 我吃那么大一桌是吧 油腻是吧 长胖 但是这个一喝 就抵消了 能量抵消 哇这个好清爽啊 这里面有椰子冻和爆猪好吃 嗯 这是酸奶的 我今天还专门穿着奇形服 像我们这种健身达人 都喝这种 没有什么负担的健康的饮品 这不得瘦子 这一杯是一个芒果加椰椰的沙冰 上面是大颗大颗的芒果 我这个沙冰怎么到现在都没化 嗯 下面的椰子然后上面的那个芒果 一颗一颗的 都是特别甜的芒果 熟的特别透的 不行我要给我的面加点料了 放一点秃头的油上去 直接把我这碗面生滑了 这边的花生也太香了 肯一个兔腿 我这个好像吃兔肉是减肥的 还有脂肪含量特别低 那我今天这一顿不就是减脂餐吗 优质碳水 优质肉类蛋白质 优质水果 这不得瘦死 这不得瘦死 就这么一吃明天不就可以参加奥赛了 我第一次给它到兔腿这么好吃啊 他们在这个 这个萝卜特别嫩 把面放到我剩的这个 油辣椒里面去拽一拽 哇 现在是让我慢慢把这剩的两个坑了 你也是要好好吃饭 好好生活 我喜欢小狗一定要给我给点关注 我在你们 粉丝